吃饭时,每天喝二三两白酒的人,身体最后都怎样了,告诉你真相,关注健康,共享美好生活。 大家好,我是您的朋友小颖,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频道。 近日,小颖看到了这么一个话题,热意不断,每天喝二两高度白酒到底好不好,狼牙也喝。 我大姨夫,确切地说是我老婆的大姨夫,今年九十一,烟,两天一包的样子,酒,中晚都喝,目前一顿小二两,六十多的时候一顿半斤,现在还伺候这个菜园子,自己挑水灌溉,天知晓,今年三十四,每天七十五毫升五十三度白酒一年了,除了酒量感觉提高以外, 没什么太大的变化,闻香十九,不好吧?家里老人就是这样,结果脑梗,情绪激动,脑溢血走了。 今天,小颖就针对这一话题,好好跟大家聊聊,长期喝二三两白酒的人,身体最后会怎样呢? 一,长期少量喝酒,相当于慢性自杀,晚上一两白酒,是否对身体有益,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,有人认为适量的饮酒,反而能够延年益寿。 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,曾在研讨会上公布过一项研究报告,报告内指出白酒内有阿胃酸、氨基酸、硅内酯等多健康有益的物质。 他认为,在所有的蒸馏酒中,白酒是最健康的,相较于其他酒类,给身体带来的伤害最小。 这个说法一出,很多人觉得终于可以,正大光明喝两口了,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? 以每天喝二两四十度的白酒为例,摄入的酒精量约为三十二克。 柳叶刀杂志上的研究指出,每日饮酒二十到六十克,就属于危险饮酒,与百分之三十九点四的癌症发生相关。 这时候有人会说了,那我少喝点,不超过不就行了吗? 这个行为也同样危险,研究中指出,即便是每日饮酒二十克,与百分之三点九的癌症发生相关。 甚至是十克,也造成了至少四点一三万的新发癌症。 而且,长期喝白酒会对身体带来全方位的伤害。 首先是肝脏负担加重,增加脂肪肝,酒精肝的发生风险,没有及时干预,还会演变成肝硬化。 肝癌,酒精还会让血液内的脂肪含量增加,导致血液循环不畅,容易诱发高血压,关心病,以及中风等心血管疾病发生。 同时,酒精会让心脏跳动的正常节律受影响,增加心率失常的发生风险。 除此之外,酒精进入体内,还会给胃肠道带来不良刺激,容易诱发胃肠道疾病。 2016年,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,发布的一项涉及90万人,为期12年的调查结果显示,长期饮酒会导致防产风险增加8%,饮酒没有所谓的安全量,最佳的饮酒量应该为0。 2.38度,42度和52度,哪个伤害更高? 酒的度数,代表着酒内含有的酒精百分比,如100毫升的酒酒精含量为10毫升。 那么,这个酒的度数就是10,38度的酒,说明每100毫升酒内,有38毫升的酒精。 正常情况下,白酒的度数不会超过68度,超过这个度数的酒精不适合人饮用。 酒精摄入量的计算公式为,饮酒量,mo,酒精含量0.8,酒精密度,度数越高,摄入越多的酒,会给身体带来的伤害也越大。 这三种度数的酒,非要分出一个胜负的话,其实并不是度数低的风险最低。 有部分商家在制作38度的酒精时,为了让其口感变柔和,往往会放添加剂、香料。 且这种白酒会无形中让人多喝几杯,凉上去了,伤害也就加大了。 当然,小影还是要提醒大家,滴酒不沾才是最健康的生活方式,只是非要在三种里面选择的话,还是高度点的风险会低一些。 视频看到这里了,麻烦亲们动动发财的小手,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。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,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,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。 二,白酒杀菌,又抗癌,白酒泡枸杞能养生。 关于饮酒与养生,存在许多误解。 一些人认为,适量饮酒可以暖胃,助睡眠,甚至有益心血管健康。 但实际上,这些观点并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支持柳叶刀杂志的研究指出,全球每年约有2800万人因饮酒而死亡,饮酒已成为全球第七大,致死和致残因素。 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,酒精的危害远远超过了。 它所谓的保健效果,所谓的白酒可抗癌的说法,是来自于白酒内含有的第一素成分。 该物质是大分子质钛类化合物,具有抗病毒、抑菌以及抗癌等作用。 但这并不代表喝白酒可以抗癌,白酒内的第一素含量十分有限,想要通过喝白酒达到有效剂量。 需要喝几十千克甚至更多,还没等抗癌呢? 人先酒精中毒了,科学界目前并没有足够的证据,证明这一做法,能够带来额外的健康好处。 生活中,还有不少人会使用白酒泡枸杞,认为枸杞内有大量的营养元素,如维生素A、类胡萝卜素等,可起到综合酒精毒性的作用。 喝白酒泡枸杞能养生。 不可否认,枸杞内的确有不少的营养成分,但在白酒内,枸杞可吸出的营养成分也十分有限,完全起不到养生作用,不要自己骗自己了。 酒精对健康百害而无一例,切不可轻信,一些饮酒有益健康的说法。 这种说法,更多是商家为了卖货而杜撰的,健康的生活方式应该是均衡饮食,适量运动,充足睡眠,和避免有害物质的摄入。 对于那些习惯于晚饭时大量饮酒的人来说,是时候重新评估这一习惯的健康影响,并考虑做出改变了。 如有饮酒相关问题或身体不适,应即是咨询医生,获取专业的指导和帮助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,请转发给您所爱的家人。 其实您所拥有的一切啊,都是您自己所吸引来的,您想吸引什么,您就会收获什么,您想拥有健康吗? 如果您想拥有健康,就在评论区打上四个字,我要健康,您一定会收获健康的,关注我,关注健康。